3年的6月30号 在6月30的最后一天 形成了 第一步的结构 不仅是120分钟的结构 日前也有结构 其实呢跟大家讲 我们早就想买了 你们也都能看出来是吧 早就想买了 但是它一直不形成买入理由啊 你就得等着 有什么办法呢 所以今天形成120分钟结构 我们并不排骨 它有可能有二次结构的可能性 目前来看的这个二次结构 概率还不小 稍等 什么是二次结构啊 什么是二次结构 这地方先形成结构 但是它的结构形成的就是 就再上下 然后再形成一次结构 这个二次结构 动画不会消失啊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形成 动画消失的难度是很大的 动画级别太大了 并且周线上 还有周线的序列的低巴 下周是低旧 所以它即便是向下 动画也很难消失 好吧 即便是向下 动画也很难消失 因此呢 就是说 今天的结构形成 从某种意义的角度 我们等了这么长的时间 就是要买入的 啊 就是要买入的 即便后面还有一次双重的结构 问题也不太大 不要因为今天的买入 说这个行情 你怎么上升啊 然后就觉得这个气馁啊 调整中期终将结束 无非就这个地方是一次结构 还是两次结构的问题 一次结构这就是底了 两次结构就再入一个 问题也不太大 请看文章的第一张 日线啊 日线 等二次结构买 价格会更低一点 大小的闺蜜 二次结构不一定有啊 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啊 二次结构确实位置会比 第一次结构更低一点 但问题是 第一次结构全成定买 还是不买 灵魂深处的考问 是吧 第一次结构全成的时候 买不买 买了之后就不涉及到第二的问题啊 你如果第一次结构不买 可以等第二次 那请问 你是规则为何物呢 这是逻辑问题 对吧 这是逻辑问题 最正常的正规的操作就是 尽管二次结构的成功率 和位置都要比第一次的更优更好 操作的结论仍然是 第一次结构形成 既买入 好吧 既买入 你不要管它后面 有没有二次三次的对吧 然后走了一个ABC 当然上次就说 不是ABC啊 就是这个 走了一个ABC ABC因为走到C浪5 C浪5呢5 C浪5有点不太动 对吧 所以说我们说不排除 还有一个二次结构 但问题是 它已经是C浪5 ABC的C了 C又走到5了 你不能等 不能等太久 稍等 对吧 你不能等 你就一直等 我们终于是要满场的 早就想满场了 没有 没有买出理由是吧 现在终于可以买出理由了 还是个日线的结构 今天有日线的结构 你看第二组 日线底部结构 很清晰啊 结构成 当日线结构成程的时候 后面对应的是 如果它有效 对应的是 24天的上市周期 24天的上市周期 上市50调到102天 对 100多天 一年才多少天 我看下一张图 上市指数的周期 第八 上市如果有二次结构 继续向下走的话 如果是阴线的话就低距 阴线的话就低距 对吧 50就相对来讲 对吧 也是周线 日线周化 周线的第八 一切都还不错 所以我们早就想买了 今天终于符合买入的条件了 完全符合规则 干就完了 不用想太多了 不用想太多 下面的时间来看看大家是什么的行为 第一次结构满上 第二次结构满容 第三次结构 卖房的离婚 想啥呢 多重结构可能性有 但是呢 时间会特别长 所以我认为呢 从咱们判断C25的时间不是不够吗 但距离C1和C3也不是特别大 因此呢 这里最多是两次结构 我认为不会有三次结构 但是两次结构的概念还是挺大的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C25的时间有点短 C5有点短 但是呢 如果二次结构时间就够了 二次结构的速度也不够下来 是吧 再一个呢 就是说 结构买入的是 动画消失就错 但动画消失很难的 所以这次很难就错了 所以大概率呢 就这次操作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大概率只能获利了 好吧 今天买入的个股也必须是前程结构的吧 不要求 个股跟不要求必须是一致 从没有要求 大盘只是决定仓位 个股愿怎么买怎么买 仓位就是把仓位加满上 个股你愿意买这个带结构的也行 是吧 你愿意买在序列的也行 你愿意追高买也行 这种所谓 那没有要求必须大盘在结构 各国也得买在结构 是吧 然后呢 就是提前要选股的 这也这样不断的说 我们三天之内就会买进去 那你还不赶紧选股 还有什么问题吧 还在抬老虎 可抬老虎这种现象 你知道吗 可抬老虎现象 你不大 三大五零都调了五个月 最上一百零二天 刚才学员统计了一百零二天 三大五零还是最弱的 写的指数当中 也不算是最弱的 是比较弱的 这期比较弱 好吧 这不用老虎是吧 谁在这个时候买 大概里头是赚钱 不过呢 他对于 他有积极的作用 是吧 关注他呢 有好多的 都没入室的 你看老虎进去了 那咱也进吧 是吧 至少在那一部分进来 这部分人呢 也不一定能赚到钱 但是呢 将来一旦他能够赚到钱的时候 他会起到广告作用 对吧 他身边的朋友就对这 你对说 未来来讲的 就是说让股市有贯钱效应 这点很重要 股市有效应吗 大家都赚到钱 钱就会越来越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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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问题去问客服 这里不解答 基础问题 基础问题去问客服 现在股票太多了 不会出现普涨 现在就是普涨 现在不是普涨 现在涨的加速比就是普涨 正常 这种组织很正常 各事的各事的 你买的票红在这绿的一点关系没有 好吧 老师反而没有恢复我声音会在这里对 还咳嗽呢 我说稍等一下就再咳嗽 那么现在稍等下 可做一下能管几分钟吗 后面的桌子 现在经济好像是停滞状态 股市好的也许能带动经济的循环发展 是的啊 这原来嘛 房地产嘛 技巧贼索度 对吧 股市呢 像资本市场呢 在美国是实体经济差不多三倍 市值啊 我们现在呢 差不多不到一倍吧 所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巨大的发展空间 再一个呢 就是从股市的角度来讲的 它不会一直在低位的 它是有周期的 打上去之后 你想再回到低位就很难了 珍惜在低位的时间吗 年后三次抄底 这次应该是确定性最好的一次吧 前两次是没有日前结构的 只有这有日前结构 这又调整了100多天 你会哪次好 对吧 一往后一后嘞 你问啥事 调整时间越长了 对吧 在这里呢 就实际上二次结构 但是问题在后面没有几点怎么办 我就问你这几点 就从这儿现在就往上挡 读过局势体怎么办 十一往后就好吗 这是不是个问题 所以二浪不要太追求完美 差不多就行 给你个日前结构 ABC的默契还想怎么地 虽然说C浪5不一定是默契 对不对 那还想怎么地 你非得等 ABC 二浪的ABC 又走到C浪5 在C浪5又走到C浪5的默契 然后再给个结构 还得上二次结构 然后再买吗 一个小小小日表 那个那个上午收盘前十分钟 全部买进了四三大光 这个是这样 一般的日下收盘 我们提前十分钟买 是为了提加一的交易规则 就是你提前买进去之后 次日就相对来讲比较灵活 对吧 你次日早上买 就当天早或者爹 你都在忍着 当然了 于规则的角度来讲 没有太大区别 你比方说 这个九十分钟结果形成 那次日可能第一个周期九十分钟 多话就消失 那你这个头前买第二天 你就可以在盘中又出去了 它就符合规则了 能理解吧 但是你像这个 今天这一百二分钟 一百二分钟 你这个几千十分钟 下午刚开盘的时候 区别不大 好吧 区别不大 所以他没有 他不是提 他不涉及到T加1的问题 所以你上午的 今天十分钟 你确定他已经全天结构了 你买入没问题 下午买入也没问题 好吧 好吧 他不存在这个 今天十分钟有优势的 这个问题 这里不用博弃啊 这样就完了 有请上海热水 大公司 上海热水 大公司又出什么了 又来了吗 又出来了吗 嗓子 这是不太得嗓 为何非卡住期点 不是住期点 就今天的结构 二老终究要结束 对不对 他总得有个头 调了一百二 一百零二千了 那哪是短呢 那哪是对吧 一百零二千了 三米进步不了解 我只研究 活着计划 没改名啊 水浴标都选 十五点五十五分 还有最后五分钟 实际上我指的是上升五两个 对 上升五两 买的话又跟大盘同步 尽量同步 你说现在大盘 不抵 底部的带日线结构 是吧 你非要买那个跟大盘不同步的 我我往上挡 好多便宜 我买一些 你买硅高买 也不是说错误 只不过呢 就是说 就就你在心理上吧 他可能没有优势 是吧 心理上没有优势 先去长得快的 高位的 可能 躺跌的 可能将来上升周期 你再长得更多 这也是一个思路 稍等啊 这是一个思路 但是呢 他没有心理优势 对心理优势其实还很重要 比方说啊 假如说你买的是这个 也是超低的股票 别人成本都10块钱 你6块钱 我就对比这些人 我就有心理优势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但别人都6块钱 你非买10块钱的股票 如果6块钱 那倒是崩卡 对不对 你就得Q了 你就得帮你Q了 那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所以这为什么说 我说这个位置呢 就是买 买弱势的股票会好一点 心理又是太平衡了 就今年世界倒下在 如果满舱不动的 死得特别差 是不是 他可能成本就10块钱 我们现在就提过 另外再调102钱 是吧 调了100多钱 我就上涨 4到6月 差不多4到6月 多多讲了 我这个总结一下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调整周期 102钱的调整周期 春节的现在 其实都是属于调整周期 很多个股呢 它的跌幅还是比较 比较大的 个股还是跌幅比较大的 只大片一大片的个股 所以这个位置的买弱势股呢 相对来讲是比较优势 另外呢 调整中就是要结束的 它不会 茫茫无期的 一直这样调下去 调整会结束的 一旦二浪调整结束 后面就是三浪上升 所以对于二浪来讲呢 我并不要求过高 二浪毕竟是调整周期的 不是下跌游戏 调整周期里不一定有结构 没想到二浪不仅有结构 还给了个日线结构 日线移结的特别少见 上一次这件结构 就是去年最低点 这次呢 讲说二浪又给了一个结构 就是 今年就比较重要的低点的话 就很完美了 所以 综合以上的所有的因素 在目前的这个阶段 在目前的这个阶段 所形成的 懂懂的这种迹象 不要多想 买入就买入了 早就想买了 符合了这个结构 就应该买入 好吧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 全部结束 我们下期见了